哈喽大家好,那么我也是在第一时间经过三个小时的下载上手到了我们的iOS13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beta版本 这一次呢苹果没有出那个描述文件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iOS13到底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图标飘移情况 这是我目前来讲发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这个壁纸呢是专门为iOS12的10r所设计的 所以说那个图标呢是刚好会放进这个图标的框框里 但是呢经过更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图标呢有一定的飘移已经有很大的一块移上去了 上面还好但是呢到了底下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有很大的飘移现象 这点呢更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底部呢所展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微信呢和这个图标呢是非常挤在一起的 基本上是贴在一起了啊 那么这是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是强迫症的话啊要好好想想啊 那么首先呢说一下大家最万众期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dark mode 在我们的这个display里面啊 这边呢大家可以选择使用自动啊 就是说自动选择啊太阳落下来以后呢就有点像那个 netshift就是那个护眼模式一样 就是在平台阳落下来以后呢自动切换到dark模式啊 然后呢太阳升起来之后其实自动切换到light模式 当然了你也可以手动的切换到dark模式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暗黑模式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暗黑模式啊 整体的来讲的话看起来确实是很酷啊 嗯很酷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应用 比如说电话message 浏览器啊看看note啊 还有比如说提醒视线啊 天气还是原来的啊 通知这个calendar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邮件 那么有人说那我dark mode 能不能在普通的微信里面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那么是并不支持的 可能微信还没有开启这个API的一些选项 但是呢微信目前来讲呢 是并不支持这个黑暗模式的啊 再看看微博 微博也是不支持 那我们看一下国外的应用有没有支持的 比如说instagram 好的instagram也是没有支持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这个dark mode也仅仅只限于系统应用 可能出了系统应用以后呢 就并不好使了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在dark mode里面呢 这个map呢是蛮好看的啊 同样呢也会在这个位置呢 map的位置有我们的这个照片 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呢我在后期的长期使用给大家来进行测试 这个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上手啊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大家知道还有这个find my phone啊 那么这一次呢就看起来更加的直观和好看 当然了大家看到有些bug啊 有些bug确实是存在的 我们就重新开一遍 呃这边呢可以找到我们 我这边呢罗列了我的所有的设备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双这个进行这个wifi的操控 这一点呢其实在发布会上没有讲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长按开启以后呢 我们这会儿呢 你也可以使用3G touch或者是长按的开启wifi 然后呢选择我们的这个wifi啊 我觉得这一点呢虽然说安卓的 比如说小米啊啊华为啊之类的 很早就做了 但是呢苹果做了我就突然觉得 哇好良心啊 但是其实很多厂商其实很早就做了这个功能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应用呢 已经变成这种格格行星的 特别像那个google photo的那种感觉啊 同样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年啊 来看我们的这些照片也可以按照月份啊啊 来看我们的这些照片这些啊几月几月 然后在哪个地点啊都有的 包括天也可以啊每天的这个照片都是啊不一样的啊 这些也可以按照地点分按照什么样分 大家都可以进行这个啊尝试啊 我要说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分享这个照片的时候呢 其实你多了很多选项就比如说这些啊 这个就是说你经常的啊会分享会发送的人呢会直接罗列在这个上面就是通过短信来发送 当然了呃他的首选呢还是这个airdrop做不到我的这个macbook pro上面啊 再有其次呢就是这个message呢我刚刚呢进行一个测试啊就是帮我安装的那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呃是直接的就是说会把他的对方的那个他设置的头像啊和他对方设置的名字呢 自动的会呃存到这个里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非常的简单直观方便了啊 当然了这个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bug的 所以说呃可能有时候会不会不会来显示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再就是说这个健康应用啊比如说可以我们show all my data啊 呃整个UI的一个啊变化 这有其次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手表呢是正在啊这个同步的 那么原因是因为为什么呢我的手表呢升级了watchOS最新的6嘛 但是呢我当时这个手机还没升级到啊这个iOS13 所以说导致两个没法配对 而且哪怕升级以后呢你的这个手表呢是啊重新恢复一下出场设置了 然后呢你才能配对你这然后呢你需要一个iOS13的设备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手机不是iOS13请不要升级你的watchOS 而且呢这次苹果呃据他们说就是说你的watchOS是没法进行降级的啊 所以说在这点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那么后期呢我会给大家做这关于watchOS的一个介绍视频啊 那么其他的就是说之前你比如说啊你是可以改他的这个字体的啊 对面就有个font但是呢他是你看看到啊这边是你安装的字体呢都会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啊后期呢大家可以自己安装这个字体啊 再就是说这边呢多了一个呃关于就是什么老罗把tnt功能下放给苹果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多了很多啊关于啊残疾人啊或者说是身体障碍的一些人啊 一些比如说控制比如语音控制啊这身体控制等等等等一些功能 当然了基本上这些功能啊我们基本上是用不太着了啊 那么其次就是关于这个wallpaper既然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有些漂移所给大家展示以后呢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下他自带的这些paper 那么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是支持这个dark mode的自带这个dark mode显示的一些啊paper 比如说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这四个啊应该就是原生支持啊暗黑模式的 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红色搭配我们的这个红色的手机啊 然后我们选择setboss他应该设置完成了啊他设置完成了哎大家看到啊是有些卡顿啊 这也是一些bug啊可以接受毕竟现在是第一个测试版本嘛啊 我们看一下wallpaper 那么这些呢就是帮你优化啊你其他的啊不不是支持这个dark mode的一个壁纸啊 比如说大家看到现在是dark mode的这个壁纸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暗黑模式给关掉啊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支持暗黑模式下的这个壁纸啊 大家看这边呢是有这个黑色和白色的啊如果你是黑如果你是暗黑模式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黑色如果你是啊普通的亮的模式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白色啊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功能 就比如说啊他这次呢有个arcade但是呢这次呢目前来讲还没有支持 然后呢他的这个app升级呢被挪到了右上角啊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比较蛋疼 那么据他们说是你现在来讲的话啊app store呢是可以下载啊任意大小的这个应用 终于啊finally当然这个我还没有测试呃我后期呢会进行一个测试啊 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的这个频道吧 在我剪辑的时候我发现啊音量间变到了左边大家看啊 哇哦 这一点终于啊终于不用再比如说看视频的时候挡一大块啊 你可以在边上进行调整啊 那么基本上呢这就基本上是iOS13的主要的一些啊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更新 当然了也有很多小细节的更新啊 我就不一一说了啊 毕竟视频时长有限就简单说一些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啊想问的问题呢 可以在呃弹幕下方或者现在弹幕被屏蔽了 那个评论下方留言那么呃如果说我能回复啊B站没有给我B站没有屏蔽我的话呢 我就回复给大家或者大家可以来油管来看看我啊 来跟我可以进行这个无障碍的沟通 那么就这样子我们下期再吃下期视频再见 同样也别忘记关注简介位置的群号和我们300多个小伙伴们一起快乐的玩耍 我不定期的会在群里面来帮大家啊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就这样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